報紙的焦點 已經七年沒有調漲的北北基計程車運價 將會從10月1號0點起實施新的費率 對於搭長城的乘客影響是比較大的 新費率的起乘不漲差別是在續乘 現在是每250公尺跳5元 新費率則是每200公尺就跳5元 而依照規定計程車10月以前 必須要換有衛星定位等功能的新表 才能按照新費率收費